各位好 我是联合大学能源工程学系 即能源中学的薛康林 这边这个是DB9这个模组 大型除电与再生能源整合之技术与管理 这里面的第四个单元是 再生能源发电与除电系统模拟设计 在这边呢 DB是风率发电与除电之间的关系 在这边跟各位介绍 那在台湾的这个地方呢 平均起来 它其实呢 这个是在中央气象局网页上所得到的资料 那这个是在1981年到2010年 这30年间呢 在各个地方 台湾各个地方呢 它每个月份的平均的风量 其实它每天都会变化 这边只是经过这30年平均的风量 大概是这样 各位可以看到 那这边是新竹的 然后这边是台中 台中 然后这是阿里山 所以这边呢 基本上在本岛来讲 其实风量都还蛮低 还蛮低的 那这是在离岛 像这个彭家雨 这个是彭家雨 然后这个是东极岛 然后这是蓝雨 所以基本上来讲呢 它这个在离岛的话 它风力比较强一点 在这个地方 那相信因为本岛主要还是陆域的话呢 它受到路上一些建筑物啊 其他的东西影响呢 它的平均风速就会比较低 但基本上来讲 各位可以看到 在夏季的时候 它的风力呢 稍微比较低 在冬季 像1月 12月份的话 它的风量呢 会比较强点 这是大开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这边呢 就只是用其中一个风力 它计算步骤呢 其实都一样 只不过是说 为了计算减变呢 我们只是选定 其中一天 我们就直接用新竹 其中一天 那平均的风速 在一天24小时里面 这个时候反而是 中午的时候比较高一点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 风平浪静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用这个来计算 看一下 怎么计算风力发电 与除电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呢 等于是说 我们知道那个 风力发电 它的profile 每一天的 比如说一天 每一个小时 每15分钟 它的平均的风速 那我们带进去 这个我们用英华为 2MW 它的那个风力发电机 那这个地方 它是它的 Power coefficient 从这边呢 我们可以计算 那计算出来 那个什么 这是 保险 这黑色是它的 Power coefficient 在不同风速下面 它的Power coefficient 是这样 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在不同风速下 它能够出力 能够发的电量 多少KW 大概是这样子 一个情形 那在地域6 好像是 4公尺左右 这个4公尺 每秒4公尺以下风速 它是那个锁住的 风机不会出力 那它额定是超过 2300个KW以上呢 它就额定就锁住在 2300KW 在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风速 对Power这个关系 那我们把这个风速 这样子 每天的风速带进去呢 我们可以算出来呢 这样子一个Win 风速的profile呢 它大概呢 发电大概是这个样子 处理大概是这样 依据风机 那现在接着看 我们每天的 那个用电需求量 这个地方 没有办法看到说 新竹当地的 所以我们就用全国的 大概就台电 直接下载 看那个随便找一天 这只是意思说 我们可以用这样计算 实际的话 真正要看 要把全国的平均起来 或是地域性的 要找到地域性的 这些数据才可以 那这边的话呢 它Power大概是 也是晚上比较低 然后到中午会比较高 中午吃饭的时候 会这样掉下去 然后一直到晚上 又到尖峰 然后接着再平价来 这是台湾 每一天的电力需求量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大概计算一下看看 大概 我们现在假设说 假设说风机 供应6%的电能 那机载机组呢 稳定供应94%的电能 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台湾每天电力的供需情况 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这个 这是台湾每天 每一天呢 比如说是需求的电力 是这个样子 那风力机呢 大概按照那一天的计算呢 这一天呢 大概它能够产电量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机载的电力 这样子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 从这天计算出来 结果呢 我们可以发现 晚上的话 这个是供过于求 那白天有些地方呢 就不够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需要 除电的设施 来做平稳 把它弥补 那问题是 这个除电设施 到底要多大 所以说 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如果说这个地方 没有除电的东西 来讲的话呢 那 这个时候 它 风力机 跟那个机载 远超过需求量的时候 这时就有三种可能 一个就是 风机 跟那个机载 这边 机载要降载 那风机呢 可能要部分的停机 这样子的话呢 才会 才会跟它这个需求量达到 或是 直接就把风机停 停到 超到这个range里面 可以复合它 或是直接用降载 来调配它 这有三个不同的选择 那 如果说这个地方 这个需求量 远超过这风机 跟这个机载的话 那我们就必须用 被载的电力 来补足 这不够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在 没有除电的状况下 需要这样子来做 但是有除电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呢 就直接来讲 它这个风机跟被载 被载可以保持一定的 那风机呢 就看它 能够发多少电 就用多少电 那这样它 它这个多出来电 它就把它储存起来 那 如果说这边不够的话 就有这除电系统 来补它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风机跟机载呢 它几乎都不用变 风机就一直在操作 它最大的 反正有多少风 就发多少电 那真正的变化 完全靠着除电系统 来调配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机载是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 真正的需求电量 那这个是机载 加上那个 那个风机 它整正供电量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它可以除电 这一部分它 供电产电量 比这个需求电量 还要多 所以这个时候呢 电池呢 就一直在除电 那到这一段区间呢 可以发现到 我需求电量突然增加 但是风机不够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从电池里面 直接把它提出来 给它用 然后到这一段的时候呢 它这个风力机呢 发的电比需求量还高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一段时间呢 又是对电池充电 那到晚间的时候 这边全部都 开始不够 那这一段不够的量呢 都是有电池来 那我们现在就是 需要说预估 那试算这个 让它刚好在这一天 因为电池刚好 就达到一个平衡 那这样子的话 到底需要多大的电池电量呢 就从这边 大概可以计算出来 那这个等于是电池 储存的电量 就在这个电池储存电量 就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我们的计算呢 当然我们计算就是从 那个气象观测的资料 那带到这个 它这个风机的 它的特性 就可以知道说 每天它风机的发电的量 那跟台湾的那个 就可以计算出来 台湾的风机发电的电量 那跟我们台湾供电呢 之间的差异呢 就可以知道说 那我需要大概除电 是需要多到 这边呢 只是一个大概计算 不是说真正很 很严谨的计算 因为那个台湾有个 每个风场 每个位置都不一样 不能用这样计算 我们这边只是说 给一个大概的 一个计算的步骤 所以这个重点呢 是在这边呢 就是第一个 那给大家知道说 风力发电机 它的计算 那个是怎么计算的 那每日需电量 跟定载发电量呢 大概这个怎么计算的 还有充放电的量 计算这样子 这边的计算是 这边的计算 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